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是的 因為一直不斷的有人來問我說這個 神器寶貝模組究竟要怎麼安裝 所以我想我還是必須要來告訴大家 來教大家這個東西要怎麼安裝 所以我這次要教的 不是只有單機版的 我還順便教大家怎麼開服 怎麼建一個server 一個伺服器或者叫做一個服務器 好的首先我們需要的東西 是這三個 如果只有單機的話 你就只需要這兩個 那這個的話算是一個 Option 一個選擇性的 不一定要有但是推薦一定要有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好的首先我們會需要的是一個Forge 跟那個神器寶貝MOD 那個神器寶貝MOD的名字叫做Pixelmon P-I-X-E-L-M-O-N 那最新版本已經是2.5.7了 所以我這一次要做就是用2.5.7來做一個示範 然後Forge也是1.6.4的 9.11.1.965這個版本 然後要怎麼得到這兩個東西呢 我先來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 我們先去找到這個Pixelmon它的官方網站 我們打開網頁瀏覽器 你在這裡呢你就輸入它的名字 叫做P-I-X-E-L-M-O-N P-I-X-E-L-M-O-N 你就輸入 然後你來搜尋到 你就會看到Pixelmon The Amazing Pokemon Mode for Minecraft 那個非常驚奇的神器寶貝的一個模組 然後是給MC用的 你點進去 你點進去之後它就會把你帶到這個網頁來 這個網頁就是它的官網 它的官網也是有路徑的 入境就是P-I-X-E-L-M-O-N-M-O-D.com 這個斜槓blog斜槓這個 好這是它官網 然後你要下載的話 記住D-O-W-N-L-O-A-D-S 這個英文單字喔 這個英文單字 中文就叫做下載 是的 你就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 你會帶到這個網頁來 就是下載 那目前的最新版本是2.5.7 雖然說它的第三個版本已經快要出來 就是3.0吧到時候 不太確定 反正現在最新版本是2.5.7 那這下面有一個download的link1 跟一個download的link2 就是下載連接1 跟下載連接2 我們通常都1就可以了 然後它這其實下面都有教你怎麼安裝 更何況 最重要是這邊有個安裝 這邊直接就有一個教學 不過這是老外做的 所以它講的是英文 可能有些人對英文的接受度 並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還是必須要做 這個中文版的安裝教學 然後當然它也是一樣 安裝那個單機版的 也就是客戶端 還有一個是server端 也就是伺服器 或者叫做服務器 還有那個水桶服的 那種安裝方式 然後它是Windows跟蘋果 都有的 我現在只教那個Windows 然後我們一開始呢 就是要先點擊這個下載連接 這個是會到一個 這個ADFOC.US這個東西 這是一個廣告的網站 然後才會帶領我們到一個 Media Fire 這一個網路上的一個空間 我們點下去就會知道 然後把我們帶到這一個 這是一個廣告網站 這個就是那個 神器保育模組的作者 要怎麼得到那個 這個 要怎麼獲得金錢的方式 然後這邊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些會跳出一些奇怪的東西 都不要去管它 千萬不要去管它 很有可能都是病毒啊 那些什麼鬼的東西 千萬不要去點 千萬不要去管它 我們進來到Media Fire之後 我們這邊會有一個download的 就是這個綠色的按鈕 其他的都不要按 其他的都是廣告啊 或者是病毒啊 千萬不要按 就是那個要按下去就對了 然後我們的下載就可以開始了 然後下載連接把它儲存 儲存到你自己所需要的地方嘛 然後儲存之後 你就按下確定 你就可以儲存了 那樣子 然後我們這邊又跳出了 一大奇怪怪的廣告 我們全部把它關掉 OK 所以下載完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這個東西啊 那旁邊這個東西呢 旁邊這個東西 就是在一開始 在下載網位這邊 他說 這個模組呢 他需要這個Forge 9.11.1.935這個版本 那他下面當然也給你這個連結 你只要按下去 你就可以開始下載了 那其實說 因為有很多模組 他會要用到這個 叫做Forge的東西 真的有很多模組 都會需要用到他 所以強烈建議大家如果 想要知道他去哪裡下載 因為他的版本不直接走 所以呢 我可以教大家去找一下 他的那個網頁 你就打 欸 Minecraft Minecraft這個英文單字也至少記住 這個就是這個遊戲的名字啊 這個遊戲不叫做什麼 什麼當個創世神也不叫做我的世界啊 就叫做 Minecraft 簡稱MC啊 好的 然後 你再打Forge 你就會看到這個 Minecraft的Forge Downloads 這個你要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有一大堆東西 看得眼花撩亂 是的都不要管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我們這個 啊 那 Pixelmon 2.5.7 這個版本 他需要的是 MC 1.6.4的版本 所以你就下載 1.6.4這個版本的Forge 就可以了 也就是這兩個選項 那這一個是最後的一個版本 然後這個是推薦的版本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他最後一個版本 跟推薦的版本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你點了之後 就可以開始下載 欸不對啊 他會把你帶到一個廣告網頁 這個就離開吧 有的時候你這個有問題 你就跳一下 然後這邊會等待5秒 4321這樣 然後再跳過廣告 你就可以開始下載了 這個你就把它按儲存 就下載了 下載了之後 要看清楚 看清楚是這個Forge 1.6.4 9.11.1.965 這個installer這個 要看清楚啊 下載之後你就會得到這個東西了 好 然後這些東西都得到之後 其他的我們都不需要了 再來我們要需要的就是呢 先是要單機的嘛 我們要安裝這個東西 要安裝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需要的是 你的啟動器你先把它打開來 我們需要的是1.6.4的版本 可以看到這個是 minecraft1.6.4 如果說你沒有這個選項的話 你這邊你可以用一個 new profile這邊 然後你這個 profile的name就是 然後 你可以自己輸入名字 那什麼1.6.4啊 什麼1.4.5啊 都可以啊 反正你就是給它一個名字 給它一個名字喔 這個use version 這個就是你所使用的那個 版本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 可以使用的版本 就一大堆啊 1.7.4啊 1.7.2啊 1.6.4 1.6.2 這個全部都有啊 然後你一定要使用1.6.4啊 然後 我這邊就 原本就有1.6.4啊 你至少要先 啟動過一次喔 你至少要先用1.6.4這個版本 啟動過一次 然後啟動出來 完全沒有問題之後呢 就像我現在這樣 啟動沒有問題啦 是1.6.4的版本 OK 然後你再離開遊戲 沒有問題之後 這個forge這個東西 你就 對它點兩下 你就會跳出這個鬼東西 這個鬼東西有三個選項喔 第三個選項我們不要去管它 我們只管這兩個選項喔 那當然我們在這裡呢 只管第一個選項 這個就是安裝單機板 也就是客戶端這邊的喔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要安裝那個server 也就是伺服器啊 服務器 就是需要這個 那我們 一開始當然是要先安裝這個 然後我們把它安裝到 這一個地方去喔 它預設的就是啊 那當然你要去看你的點 Minecraft是在哪裡啊 可能不一定是在這個位置 反正它預設會幫你找到這個位置喔 你就按下去 確定 然後就會幫你安裝成功 OK 安裝成功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一下啟動器喔 你就會 你就會發現你這裡面會 多一個東西 應該是叫做forge這個東西啊 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 右下角這邊寫的版本 是1.6.4 forge9.11.1.965 如果說你找不到這個東西的話 也沒關係 你可以自己新建一個profile 你就把它叫做forge9.11啊 隨便你自己好記的名字 然後使用的版本呢 就在最下面這邊喔 會有一個release啊 釋出的forge9.11.965這個版本 你就選它 然後你就 save profile之後 你就可以用那個 你就可以用啊 那我現在是因為 我這邊就安裝了之後 就這一個啦 所以就這一個啊 這個之後你可以按下play 它現在是1.6.4的版本 然後 MC是1.6.4啊 它的forge版本呢 也在這邊出現了 然後目前已經有三個mode已經有了 但是它forge一開始安裝的時候 本來就會有這三個mode在這邊喔 這三個都暫時不用去管它 確定安裝成功之後 我們離開遊戲喔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把這個東西呢 我們先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複製一下 然後你到這裡打 % appdata % 點下去之後你會找到DMinecraft 反正就是在你的DMinecraft裡面 這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mods的一個資料夾 mods的這個資料夾 你點進去你把它貼上 這樣子 你就有了這個mode啦 好我們關掉 然後 我們點擊這個 確定是用這個版本在玩 然後你就點進去 好的 然後我們就單人吧 直接新建一個事件 隨便 作弊啊開啟對不對 然後你就創建 然後進來的時候 你看到這個畫面 就代表你已經安裝成功啦 哈哈 OK 那當然 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一個神奇寶貝啦 隨便選一個嘛 你就可以把它丟出來 按下R鍵把它丟出來 然後也可以把它收起來 這樣子 按下R鍵就可以把它收回來啦 就是這樣 好這代表我們已經安裝成功了 噢 好的 我差點就要摔死了 不過我到最後居然沒有摔死 安裝成功之後 這個就是 單機版 所以如果你只想要玩單人 你就這個方式你就可以玩到單人 當然如果說這個畫面有點小 你覺得想要放大一點 或者是你不想要畫全螢幕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改一下 你就Edit Profile 就是這個東西 你這個Edit就是修改的意思啊 修改然後這個Resolution Resolution就是你螢幕的解析度 你可以用1280x720啊 或者是多少 你就自己決定 儲存之後你再按下去 嗯好這個 這個視窗就比較大一點了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舒服啊 反正 OK 單機就是這樣 好 接下來教怎麼開服 開服的話呢 我們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三個東西啦 那 第一步你就是現在你的桌面 或者在任何地方 隨便 你點右鍵 然後你創建一個新的資料夾 隨便你要叫什麼名字都可以喔 你要叫什麼Pixelmont的Server啊 都可以 都可以的 名字也可以不用這麼長 就叫做Server就好了吧 好的 你新建的這個資料夾 一定要是全部都是空的喔 這一定要是空的 然後呢 我們就點這個東西 我們也要點兩下 然後你可以 安裝這個Server喔 那這邊出現紅字沒有關係喔 我們這邊點點點就給它點下去 然後你找到你的桌面 你的桌面裡面這個Server 這個Server 好就是這樣 我們開啟 這樣它就沒有紅字喔 如果你裡面有檔案的話 裡面有任何一個檔案在裡面 它就會給你跳紅字然後不給你用 你一定要是空的 空的話你就按下確定 然後 它就會開始下載一些東西啊 取決於你的網路速度啊 之類的啊 但是它下載是需要一點點時間 如果就我的情況 基本上我下載不會超過一分鐘 好了那現在已經下載好了 下載好之後我們就按下確定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創建的這個資料夾 底下呢已經有這些東西了 不要急喔 這邊有個東西它名字特別長啊 這個名字特別長的這個東西呢 我們就先點擊它 然後它就會開始創建一些新的資料夾 以及新的世界什麼 它都會把它創出來 一個world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世界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玩什麼地圖的話 你就把你那個地圖的名字 改成叫做world 然後把原來的這個刪掉 然後把那一個你想玩的地圖 改名成world 你把它丟進來就可以玩那個地圖了 多人都可以玩的 好了開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發現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們這個memory use 這個是我們台灣叫記憶體嘛 大陸那邊叫做內存的東西 我們才使用了70多MB 可是卻已經用了大概33%去 這個代表我們所使用的這個記憶體 應該說它可以用的記憶體是蠻少的 我們等一下要去改善這個狀況 尤其是因為這個神奇保衛模組它特別大 所以你一開始預設要給它使用的記憶體 必須要大一點 不然的話你完全無法載入的 你的福會崩潰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先打STOP STOP之後我們就會結束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些東西 然後一樣有一個Modus 這個Modus裡面就把這一個 然後你把它貼過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開幅啦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要增加那個記憶體容量的話 就是需要這東西啦 這東西其實是沒什麼的 你要點郵件然後你編輯一下 你會看到這裡面就是這一串東西而已 開一個新的文件 然後你就把這一串把它複製過來 這裡面這兩個數字啊 2048M就是代表兩個GB的意思 這個要取決於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有沒有這麼大的空間 像我的記憶體總共有12GB 所以用2GB出來沒問題了 那有的時候我可能會開到4GB 4GB的話你就是1024x4 然後你就看數字是多少 你就把它給寫過來就是4096 你就把它給打過來 這樣把這兩個數字都改了 還有就是說這個名字的地方要改 嗯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啊 它名字非常長 所以強烈建議自己把它名字改掉 像pixelmang這種東西 你就把它改成pixelmang.jar 然後這裡面的東西你就把它改成pixelmang.jar 然後這裡面的東西你就把它改成pixelmang.jar 這個樣子 然後你就按下儲存 組成之後你到桌面去然後找到你的server 你就把它存在這個server底下 你就把它叫做run.bat 名字是什麼隨便 但是最後面就是.bat ok 就這樣然後你就存檔 存下去 其他可以關掉了 這邊就會存到這邊來喔 這就是我們的server 然後一個run.bat 你用這個來執行 它一樣會把你這個東西打開啊 然後這上面會顯示的什麼資訊啊 在這邊也都會出現啊 那基本上這邊會顯示的資訊當然是更多的啊 這算是一個比較簡化的 可是你兩個都不能關啊 你這兩個關了一個你的幅就開不了啊 OK你可以看到我們現在 記憶體使用量已經到100MB 可是我們卻有95%的那個 free喔 也就是 也就是我們空間變大了 就這樣子 我們記憶體空間變大 可用記憶體空間變大 好了 那幅開起來之後 這就代表我們開幅已經 已經完全成功了 我們把其他東西都關掉 然後我們就用我們的單機 來連進我們這個幅裡面 欸不是用單機來連幅 我們就是要連進這個幅裡面 在自己的電腦上面喔 一樣執行 然後 你記住你這邊用的Forge是哪一個版本喔 如果說你的朋友要來連的話 你要用相同的Forge的版本喔 你的幅是用哪一個版本的Forge開的 你朋友那邊也必須要用同樣的Forge來登錄啊 然後你就加入 你就開始玩吧 我們就打Localhost Localhost 這個就是登錄我們自己電腦的IP 這個Localhost的值就是我們自己電腦的IP 當然如果說你的朋友啊 不知道你的IP的話 你就自己可以去查個IP喔 像 你可以到What is my IP這一邊 是的 然後你點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你的IP位置喔 你就看到你的IP位置在這裡 當然如果說你的朋友跟你是使用像什麼 Harmatch啊 或者是 Timviewer這個啊 那就 IP就不是這種了 是那個 其他給你的那個IP位置喔 好 這都不重要 我們自己連進來就是Localhost 我們可以加進來 好了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喔 那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 開始有這個曲線出來 這個應該是CPU的使用量吧 你看 你看 我們剛加進來的時候 這個我們自己電腦的CPU是非常高的 是很恐怖的 我們自己順便選一個吧 你就可以看見我們是已經在這個服務裡面了 然後你可以 喔 我還沒有權限喔 還沒有權限的話 我就給自己加個權限吧 在這邊你就打OP 然後把自己的ID打上去 我就變成了OP啦 然後我們就可以到處亂飛啦 這樣我們就在這個服務裡面了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我們在跑地圖的時候 我們旁邊這一個 也一直在不斷在上升啊 所以如果人越多 然後每一個人又在那邊跑地圖的話 你這個就衝破表啊 這個是很恐怖的消耗 所以說 人太多 你的電腦如果說又不好 你就一定會卡到死 又或者說你開服跟你在玩 然後再加上你錄製 就是同一台電腦在執行的話 你的電腦就是只有卡到死而已啊 你的電腦就是只有卡到死而已啊 好的就是這樣 開服也到此結束啦 然後接下來我要跟大家講一些指令吧 其實大家一直都 一直都很想知道說 呃 我現在就把夢幻叫出來給大家看啊 超夢啊 長什麼樣子啊 我現在就把夢幻叫出來給大家看啊 夢幻就是長這個樣子啊 呃 其實蠻難看的啊 其實蠻難看的啊 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知道超夢長什麼樣子 也是可以 把它叫出來的 超夢 超夢就是這樣子 好了 所以大家要記住這個指令啊 記住這個指令就是 Pure K S P A W N 然後後面呢是 神奇寶貝的英文名字啊 就可以把他們叫出來 不過就是你要知道他們的英文名字啊 啊 2 is not in game 啊對 像我只打2就沒有東西啦 好 Mewtwo就是叫做 它就是超夢 超夢就這樣出來了 哈哈 所以這個開服到目前為止就是這樣子啊 應該是不會有什麼問題啦 啊 還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呃 你在登錄的時候 你在登錄的時候 他可能會有寫著什麼 ID missing這種東西喔 就是你的朋友啊 還是什麼 他們在登錄的時候 會有一個ID missing 啊 ID missing 通常就是你在這個直接連線 然後你加入伺服器 然後你加入之後 他旁邊會寫一個ID missing 就是ID 什麼號碼 然後什麼 MISS那個東西啊 可能會出現那個狀況 那那個狀況出現的情況要怎麼辦呢 我們就先離開吧 那個狀況如果出現的話 我們直接就先停下來 OK 你就到你的這個server下面去 這有一個config config這邊你點開之後 這邊有個pixel mount點 cfg喔 這一個東西 你就是需要這個東西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東西其實他就是寫了 後面這都是他的ID喔 他會有一些 這裡面的物品的ID啊 是幾號幾號幾號 這個樣子喔 他有定義的 那如果說 你的朋友啊 他出現了什麼 就是假設這個什麼ID啊 什麼出問題了 就是再連到你的服 那個ID出問題了 你就是到你的這個服 下面的config 你把這個東西發給他 發給他之後 你要把它弄到哪裡去呢 像假設我們自己電腦裡面 也可能會出現這個狀況啊 自己的電腦連自己的服務 也可能會出現這個狀況 你就複製 然後一樣 這個percent appdata percent 你就到這裡面來 點minecraft裡面 你的 啊 那個叫什麼 一樣是config config這裡面呢 你會有一個 bixel mount點7fg 這個喔 你就把它貼上 貼上到這裡來 然後把它複製並取代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就是到這裡為止啊 這個 的安裝就到這裡結束啦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之後再見了 拜拜